原警当街遭到压制 台北市北投一名黄欣骑士 26号晚上骑车外出时 因为没有开大灯 被警方拦了下来 原警一查发现他是无罩驾驶 正打算对他开罚的时候 男子不配合 还怒骂原警说是共匪 警方立刻将他压制在地 送进警局 黄欣骑士无罩上路 被原警拦下准备开罚 但他不出示证件 还拒不配合怒呛警方 共匪这两个字一出 可是侮入原警 踩到了红线 原警决定不忍了 要将人逮捕 这是男子姿态才放软 频频喊抱歉 但已经来不及了 男子大闹一场 最后狼狈遭上扣 而且还不断地哀求不想进警局 跟先前的骚张气焰有很大落差 事发在台北市北投玉民二路上 证明黄欣骑士 26号晚间因为机车未开大灯 安全帽扣又没有扣好 就被警方拦下 事后还因为无罩驾驶 无入原警遭逮捕 但他不断地反抗 害得一名原警手掌擦措伤 而讯后也将男子一 妨害公务罪送办 黄男人手指原警不断入骂 还是你们要当共匪共谍 等于鼓入执行原警 黄男人高胆 使后悔不断求饶 黄欣男子上扣前上扣后 态度180度大转变 一时口不择言 因着代价有点大 记者称赞 张士奎 台北报导